刚开始春节前后做卫生的时候,没人做卫生,好多人都走了,没人送饭,那个时候好僵苦啊。 对于周晓阳来说,2020年的春节让他一生难忘。 周晓阳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CCU主任,也是一位抗疫医线的民进会员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他带领科室的2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医线,治病救人。 2月1号,他所在的医院接到命令,改为新冠肺炎危重患者救治定点医院。 我真正最困难的时期应该是1月31号,就是我们突然开放受病人的时候,一下子就来了很多的危重的患者,一来就要抢救。 然后有的就是连信息都采集不全,而且当时我们的呼吸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打了一个遭遇战,我们的想象当中还是这个病人一个一个的来。 然后来了之后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,给他一个充分的这种讨论啊,然后这种治疗啊,这个就是出乎我们的意料。 疫情来势汹汹,病人数量众多,病情危重,呼吸机,防护服等应用物资紧缺。 迎战疫情初期,所有医护人员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 在第一周末的时候,就相当于就死亡了三人,所以我们当时心理上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坎。 当时我下边有一个医生,就有点承受不住,有次打电话就哭了。 所以想到这个问题,他身体上也做噩梦,也受不了,我就让他休息了一个礼拜。 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不但地调整自己,我要在我们下边的医生面前要表现得我们还是很坚强的。 鉴于严峻的疫情形势,除夕前夜,医院决定全员取消春节放假,为往后的防疫工作保留体力。 周晓阳安排科室医生在家轮休待命,24小时保持电话畅通,但他自己却一天也没有休息。 他把医院的宿舍让给年轻医生休息,自己则以愿为家,白天带领值班医生查房,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。 从一月中旬开始,他就再没进过家门。 我中间有半天的时候,因为我家里没有储备这种蔬菜。 中间有半天,那个新疆队当时在这时候,我跟他们请了半天假,就是住了到麦德龙去。 麦德龙去,当时我看到可以买肉的地方排太长的队,我又没有时间,我也不想在那排队。 后来我就到那些冰棍里边,就捡那个什么玉米粒,那一大包一大包的,然后就是那个青豆那些。 我就捡那些,我就捡了好多包,然后就送回家了,然后我也不回家里边去,我就在家门口递给他们之后,我就马上过来了。 周晓阳说,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,目前疫情形势已有明显好转。 武汉市新增发病人数稳步降低,但仍应保持谨慎的态度。 他相信,只要保持乐观,继续努力,一定会迎来战役胜利的那天。 因为现在明显的感觉到,我通过我们医院的各个病区里边去会诊的时候,我感觉到有些病区里边的床位已经开始松动了。 存在一个床等病人呢,在我们医院的本部现在已经把发热门诊给关了,准备就是转为正常的这种接诊的门诊来接受一些其他的病人。 所以按照这个趋势,现在武汉市新增发病率也在稳步降低,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值得我们谨慎乐观的时候,应该还是要乐观吧。